今天来上我们节目的是一个音乐家刘兴恩先生 刚才你有听我们刚才第一段 我个人对于那种长头发而吹长笛的那种想象都是女生 也不是我一个人 听说刘兴恩在考上台大心理系的时候 学长都抢着要这个人 关于是看名字大家就抢说刘兴恩一定长头发又吹长笛 因为他里面有写他的那个会吹长笛 所以听说你在进大学之前 很多男生在抢着要当你的学长 后来你来的时候发现你是男生 那我们刚才回到心里 因为我其实对人也很好奇 就是你有信仰 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 然后有信仰 那有信仰的人通常对自己自我探索 自我的探索会吗 因为他通常就把一切交给上帝了 然后对我这个东西 对我自我这个东西 有会很强烈的探索之心吗 那你可不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会选择心理系 其实你是认为你对自己很有兴趣 那你可不可以聊一聊你的成长 就是我觉得其实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中间的心路历程的话 就是因为我对音乐真的还蛮有兴趣的 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又觉得 不是很确定说 到底有没有办法往这方面走 然后也不确定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音乐 或者说只是吹好玩 然后好像吹起来还蛮有成就感那样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我们那时候 就是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可是就是因为那时候念高中嘛 然后就是升学升学升学 然后连考那样子 那所以其实感觉上自己没有太多的机会去 去去去 思考自己的路 对然后就是去去找到说 其实自己真的想做 或是说自己喜欢做的 还有擅长的是哪些事情那样 那我觉得 所以其实好像心理系 它算是我的一个 它是我很有兴趣的一个领域 但是同时好像也是一个我的一个 像是安全网那样 就是我觉得 我进去念了之后 那如果说我真的将来之后 要走心理那方面的话 那心理学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有实验认知啦 然后还有像工伤啦 或是临床 那其实那方面有很多地方 其实我都也还蛮有兴趣的 那所以如果我将来 就是真的要走心理的话 那我也不会讨厌那样子 然后那但是 但是同时我也告诉自己 就是说那我在大学的时代的时候 我就是尽量参加 就是外面 你还是没有放弃那个 因为你还是没有放弃音乐吗 对没有完全 你加入台大的管弦乐团 对还有管乐团 所以你其实花在音乐的时间上蛮多 对很多 其实跟同学比起来 你会有另外一个 好像复修一样 对其实我们那时候 就是台大管乐团里面的学章节 我们大家都会开玩笑 说我们好像是台大管乐系 然后我们是心理组的那样 那其他人可能是机械系 就是说他们是机械组的 或是什么电机组的那样 这样也蛮好的 对啊 管乐团有点疯那样 会不会影响功课 就是比如说 你花在乐团的时间要练啊 要什么 跟同班同学比起来 你就有一件事情是非做不可的 会不会影响你的读书 多少都会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就是要平很好那样子 那当然就是说我也不敢说 就是我大学功课 其实也没有说很好那样 可是就是我觉得至少在功课 比如说念完的时候 然后就是练长笛啊 然后去外面练乐团那样子 对 当然就是考试前还是要练书啊 然后功课还是要练这样 嗯嗯嗯嗯嗯嗯嗯那父母亲有没有期许 vigor嗯嗯嗯嗯嗯er 所以父母亲同小训练你弹钢琴啊之类的 我想要做什麼 那就去做什麼 那我那時候其實就跟他們講到說 我大學的計畫 然後他們也是就是很開心的就接受 那時候就是考上了之後 他們也當然是很開心 他們沒有說一定說 你一定要念醫科 或是你一定要念電機 或是法律什麼那樣子 就順著你順著你念 但是其實在念音樂的時候 就是當我選擇決定要去念音樂的時候 他們也不是突然就說 好吧你去念吧 就是我那時候也是稍微爭取了一下 因為畢竟就是家人會覺得說 現在你台大念的好好的 你幹嘛要 他們也會你從心裡去畢業後 繼續延續這個 延續這個專長 對啊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你這樣突然就是一頭轉到音樂的話 那不曉得你的前途在哪裡 那我那時候 我是跟他們講說 好那不然 反正我先去申請看看 有沒有申請到再說 那我那時候是真的還蠻幸運 就是說 我那時候大肆寒假 我就就是去了美國 去了一個半月那樣 然後就去考學校 然後那時候開 然後利用假去 直接到美國去考 對 我那時候就是利用大肆上學期的時候申請 然後大肆寒假去考 那所以你決定了也還算早嗎 不會說畢業後才有決定嗎 沒有 我那時候就是給我自己一個期限 就是到了大三寒假的時候 我要決定就是我這樣要幹嘛 因為如果說我要申請音樂那方面的研究所的話 那我大三下學期要開始蒐集資訊 然後大肆上申請 那大肆寒假去考試 那我那時候就是 還要就是 因為考試的時間就是overlap 就是下學期的開學 那我還跟所有老師講說 我要翹課兩個禮拜 然後他們都說 好好好你加油考試加油 那我那時候就真的還蠻幸運 就是二海二州那面學校 他給我全額獎學 對聽起來你好優秀 沒有沒有 因為你不是音樂系的 對 你不是音樂系然後你是念心理 然後你是樂團 但是你去考試的時候是用 就是要推給他們聽 就是場地 對就是場地出手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真的蠻幸運 就是那個老師願意給我全額獎學 那真的很難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就把這個成果拿給我爸媽看 然後我爸媽就說 那你爸媽當然高興 他就說欸其實好像這樣的話 你去美國你也不用花太多錢 沒錯 那就 不然就給你先試試看好了 那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其實剛開始念的前兩年 我都有拿到全額獎學金這樣子 對 其實你講這個年代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美國人很很喜歡給台灣學生 我那個年代 我我也出過國 我也拿過助教獎學金 那到了你們這個年代喔 其實美國人已經不太給台灣學生了 所以你剛才講你拿到全額 為什麼說你優秀是 其實美國後來就不要給中國學生啦 因為他外交的關係跟國家 台灣已經很有錢 他幾乎不給台灣學生錢 所以像你們台灣人很有錢嘛 你自己來念啊 所以其實美國人在你 在你這個年代 其實我覺得好少人聽說拿獎學金 喔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 尤其音樂獎學金其實 你你練必須非常優秀 他們才願意全額給你 呀我覺得我那時候是真的還蠻心 尤其是因為我第一年念的是演奏文憑 然後所以他全額獎學金算是 就是我不需要去當TA那樣子 那可是我第二年開始 我是念碩士班的時候 然後我拿那個獎學金是長笛助教的獎學金 那就比較辛苦 對然後其實那時候很多學長姐都跟我講說 啊其實你不太可能 因為你是外國人 因為你長笛助教獎學金的話 你需要教課 除了說你教長笛助修的長笛課之外 你還要教就是 他們叫做flip method class 就是你要開大班課 然後就是音樂教育系的那些大學生 美國人他們進來 然後你要教他們那樣子 那所以其實他們都會考量 就是說這個獎學金要給的那個人 他們的英文能力怎麼樣 那所以他們 那像就是在我們那間學校 就是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那之前也有一些 就是台灣學長前輩在那邊念書 那樣子 然後就是他們都有 當他們在念的時候 他們都會想要申請那個 他們那個樂器的那個獎學金 然後他們都跟我說說 其實那真的很難 所以你沒有拿到的話 就是不要太難過那樣子 然後可是我那時候 老師最後願意給我的時候 我就就是整個就嚇到那樣子 因為就是覺得其實那時候 瞬間就是責任超重大 然後學期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進去 然後底下20個美國大學生 就在那邊看著我那樣子 我就 然後就開始教那樣子 你講的今天跟我一模一樣 我也是 我一去美國的時候 我就拿TA TA就是一個禮拜 就要三次實驗 然後我還記得上台開始講英文 然後我想 我們的生物課比較好教 就在黑板上一直畫 黑板上竟然畫 然後嘴巴閉著少講點英文 然後只要告訴大家放到第幾頁 哈哈 然後學生問的時候 實際上聽不懂 嗯 就學老師 學生一舉手說 啊老師什麼手 我聽不懂 嗯 他講太快 我不能說我聽不懂 就我就做動作 譬如說他一舉手 講了一句英文 不知道為什麼 嗯 我就走下去看寫微鏡 我去看著對著寫微鏡 哇啦哇亂講 他看著我 他順便只講 老師那個冷氣很冷 我怎麼就抽下來了 你會不會有這種事情 呃還好不會 那你英文比我好 沒有 就可能算是 比較 因為我教那個課 然後就是 可能就發講義吧 然後那可能就 他會不會發問呢 會會發問 那如果說真的 聽不懂的話 可能就請他再講一次 那幸好 其實他們可能 就對我都還蠻好的 然後 然後 所以 就是 至少都 還有聽得懂 那樣子 我 我聽你講話 聲音 其實你蠻有共鳴的 哦真的嗎 好像說那個 你是不是 身體本身 發出那個呼吸 所以你是不是也很會唱歌 你會不會很會唱歌 我聽你的聲音 不敢講啦 不敢講說自己會唱歌 可是就是 因為真的就是 在教會有唱 然後 那平時其實跟朋友 也會去KTV一下 那樣子 然後 就是 算不算會唱 有練習到 算不算很會唱歌的 OK啦 OK 對跟那種真的厲害的那種 歌王級就不敢比 那樣子 我覺得一個人 不管做運動也好 做什麼 人家實在講呼吸 有沒有 譬如 你是個殘跑選手 你是個游泳 他們總覺得呼吸 學會了以後 大概很多東西就會了 你覺得 吹長笛是不是跟這個 你整個的肺活量 呼吸啊 跟唱歌 就像你剛才講說 你選擇長笛 是覺得他的 聲音最接近人的聲音嗎 我覺得 你平常要不要練 我覺得 其實呼吸真的是非常重要 就是 在 因為像剛開始學的時候 就是呼吸方法會派對 那樣子 然後 我覺得它會影響聲音 然後慢慢的就是老師提醒啦 然後知道就是 然後就教你正確的呼吸的方式之後 其實我覺得整個 我覺得 對於 其實對日常生活都還蠻有幫助的 嗯 你會你會 你就會記得說 你吸氣要吸到正確的位置啊 然後 然後你在運用你的氣的時候 是要怎麼個使用法 那個 我們待會 第三段時間開始的時候 你給我們來吹一段好不好 哈哈 這樣子吧 吹之前你給我講一講 你在你的所有比較熟練的那個曲目裡 你想吹哪一首 然後跟大家先解釋一下 好 OK 等一下的話我可能就會吹有一首就是筆彩那個歌劇卡門 它裡面中間有一段有一個漸奏樂 嗯 它是 就是長笛跟竖琴的 這樣在 在歌劇的兩幕中間 那樣子 然後 當然就是我今天沒有帶一位竖琴手來在我旁邊 那所以我可能就麻煩小野老師要彈一下竖琴 沒有啦 可能就我要琴吹那樣子 那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那個你挑這一段的原因 就是你在那麼多曲目裡為什麼挑這一段 呃就覺得它非常的優美 然後而且我覺得就是 也算是我符合我剛剛講的那一個就是 它是那種唱笛歌唱性的那種特質 嗯 比較像唱歌是吧 對對 因為它其實在 它本身是在歌劇裡面的一個一個建奏樂 那所以其實它 有點像是 可能有點像是就是 比如說中場休息 然後大家回來 那就給大家一段音樂 然後去進入那個歌劇的那個情緒那樣子 那就有點像是一個女高音在唱歌那樣子 嗯 那當然是沒有歌子 像是一個女高音的唱歌這種感覺 對 當然是沒有歌子 可是就是 我覺得那段其實是很有美的一個旋律 我我曾經遇到一個作曲家 跟我跟我合作寫了蠻多歌 我會寫歌喔 喔哇 我會的事情蠻多 那個 那個作曲家叫陳陽 他也是個天才兒童 從小就被送到國外去 他是天才兒童 後來他也學過這種樂器 對 他跟我講說你寫歌詞喔 要寫成那個很像音樂的節奏 就說好像模模糊糊的 對 一直說不要太具體 他一直說太具體的話 人家會注意你的歌詞 就會忘了我的曲 所以你最高級的歌詞喔 是那種好像節奏一樣 就阿拉阿拉阿拉 不知道要唱什麼 可是跟我的曲是完全搭的 對 他就一直跟我講這個要求 我說這個要求好難 他說 對阿 就是不然你會蓋掉我的曲啊 所以你剛才講說 那個 那個長笛 說不定長笛 在吹首歌詞也在裡面喔 大家在想像有個什麼歌詞 只是被那個 那個音樂蓋掉 對 他歌詞就是 一一烏一烏 好像在 在細數什麼 水的流聲啊 行雲流水啊 在講一些話 泥泥喃喃的 可是他 他有歌詞 只是我們聽不到 其實我覺得 因為畢竟在歌曲當中 還有在在曲子裡面 其實就會有 你在你在吹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運用很多 不同的母音的發音方式去 比如說幫助你的音色那樣子 那所以其實也是 就我覺得其實也 幾乎像是你真的在唱 有歌詞的那個曲子 所以我不是亂講的 對 不是 我覺得我蠻聰明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一開始就聽你這個 吹這段 筆才卡門 你的一段尖奏 好 被騙了